OK,开始了,这种讲一篇,这种比较经典的一种采样sampling的方式,就是它叫clusterGCN,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它是一种也是一种就是做,就是相当于是一种efficient,它是一种加速的算法,就是在大规模图加速训练的一种一种方法,对,然后它是一种比较经典的方法嘛, 就也算是就是sampling领域用的比较多,就是在这方面,好,然后它针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用在一个大规模图上,就是因为大规模图就是大规模图的特点,就是说你把一整个图,你forbench拿进去运算的时候,它会,它的计算复杂度会非常高, 然后就是包括是硬件啊,还有算法方面,就是就是主要是对GPU的要求比较高啊,就导致有一些大图,比如说大图,然后它这种经典的GCN算法,它forbench的这种算法,它是,它是算不了的, 因为它会,它会榨险存的,所以就,就是,所以就会有在图上minibench的算法的一种出现,但是图毕竟不像CVNLP里面那样,就是它可以,它可以任意的,在从,就是因为它CVNLP里面的样本是独立同分部的,它可以直接从里面,就是随机取样本,图里面的节点之间是有,是有关联的, 所以说就是,很多论文就研究对这个minibench方向,是吧,如何去做一个采样,然后做了不少文章啊, 然后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算法,它可以训练一个很实,就是训练一个,在大图上训练GCN,训练一个GN算法,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就是,就是接着刚才的说,就是像这种,把一整个图,而不采样子图,丢进去算的算法是forbench,就是它,它的,它是一个forbenchgradient descent,就是它,它在,你每,你每次把这些图跑一遍,它才会,它才会,它才会, 更新一遍参数,对吧,这样子的话,就是,就这样的话,它是,它的收敛,它的收敛是比较慢的,而它同时特别耗内存,因为它需要把每一层,全部,就是它需要把计算图,就是计算梯度的图,也得求一下,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耗费内存的嘛,对,然后这边就是,然后这边主要就是,用的是这个公式,就是相当于是,这个yl就是代标签的那些节点,就相当于是forbench,就是它,就把一整的图上,一整的图直接拿进去算一面, 然后,就是,就是,对于这种方法,就有人,就是,后面有提出minibench的方法,就比如说这个, 这个grap sage,grap sage,它的算法就是,跟这边这张图一样,它首先会选,会选一部分节点为central node,为中心节点, 然后,然后去采样它这个节点的,这些节点的邻居节点,然后,构成了一个子图subgraph,对吧,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个,叫做neighborhood, 就是,相当于是邻居,就是它会邻居爆炸,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等你,你会发现,就是,就是当啊,当你这个,它的,它采样的节点数是随着你的,随着你这个hope数,它是,它是指数增加的,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第一层采样了三个节点,第二层,你采样三个,那就是三个平方,那就是九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相当于是,以一个指数级,以一个指数级增长的,对吧, 所以说,就是,它通过分析这个算法的复杂度,就是说,它,它虽然,它做到minibench,就是,它会, 它的算法是,每次一个,每次一个subgraph,更新一次参数,所以,它收敛的会比较快, 但是,它,在每个epoque计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就是,上面这个,上面这张图是,它, 简单的分析了一下,这些各个算法的一个,呃,复杂度,包括时间,空间,复杂度, 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这个graph stage,就是这个minibench的算法, 它是,它是随着,这个hope,这个r,就是,就是,r就是,每个离居,就是,每,每一层采样的离居节点个数, 它是随着,它是随着r参数的一个指数,指数的一个函数, 所以说,就是,它会,比较浪费,就是,它在每个epoque会比较浪费时间, 这个r是什么,r是半斤吧, 这个r就是,这个r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节点,它需要采样几个邻居节点, 这个l是hope吧, 这个l,对,这个l是hope,然后,这个r的r是,这个r是,这个r是,这个节点, 它要采样几个邻居节点吧,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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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的n次方, 对,而且就是,它这会有的,会有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啊, 我这个,就是,在这个midi bench里面,我采样的是这个节点,对吧, 然后,它会把,它会把它的邻居节点算一遍, 然后,如果我采样的是这个节点,对吧,它同样也会把刚才, 就刚才跟这个节点一样的邻居节点,它也会,也会算一遍, 相当于说,它会,它的计算会有带量的一个重叠, 就是overlap的一个出现嘛,对吧,所以说,它是, 它在它的每个epoque,它把所有节点跑一遍, 它的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对吧,好,然后这篇论文就是, 就是,它提出了一种,就是也是,也是采用subgraph的方式, 但是不是,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啊,它是怎么做的, 它是首先,它会,它会做一个partition, 这个partition就是,它会把,它会把这个, 它会把图中的n个节点,把它平均分成, 把它平均分成C份,然后它就相当于,现在有, 有,它现在就会有C的子图,对吧, 嗯,然后C的子图, 然后它的表示就是,它每个子图也是, 就是把,就是它对应的节点跟边, 把它就画进来,同样就是,它有的问题就是,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每一个, 它的每条边都是在这个子图里面, 而不会在子图外面,就是说, 它在不同的子图之间是没有边相连的, 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吗? 当然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划分一下就好了嘛, 就比如说我现在,我现在采样一下, 就比如说我现在采样一下, 我现在采样的是这个子图,对吧, 采样节点嘛,我采样的是四的节点, 那我就只保存它们之间那边, 把它们之外那边全删掉就好了, 它直接就是,本来是有的, 但现在就是不要了, 对啊,直接remove掉就好了呀, 这会不会有问题呀, 它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 直接随机去采样了, 嗯, 对吧,然后它这么做啊, 这么做了以后, 它就会得到C个这个subgraphs嘛, 对吧,然后, 然后由这C的subgraph, 它会组成一个, 就是, 它会组成一个, 它会组成C方个submatrixis, 这是什么的意思, 我要解释一下, 就是它现在, 你看这个临界矩正, 它对角线上的元素是, 对角线上的元素是, 是那个是, 就是在每个子图里面的边的, 临界矩阵对吧, 就是这张图面, 这张图面表示的就是, 在一个每个子图里面的边的矩阵, 就临界矩阵, 是边的矩阵是吧, 边的临界矩阵嘛, 就是每条, 就是每个子图, 就是每个子图里面的, 它叫维之音, 它叫维之音那个, 维之音clusters, 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维之音clusters, 一个是betweenclusters, 就是, 相当于就是这些边, 就是它的这些临界矩阵,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在, 就是比如说采样这四个点, 那就是在它们之间的边的一个, 就是它们之内的边的一个临界矩阵, 不属于它们之间的节点的边, 它会去掉的, 对吧, 然后另外这些, 另外的这些, 这些元素, 就是不在对角线上的元素, 它的意思就是, 不同的clusters之间的那些边, 哦, 是这样子的, 是这个意思, 对, 就比如说, 我现在才, 对,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clusters, 我现在这个clusters, 哪一个那种吧, 就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clusters, 然后和这个clusters, 它们之间可能, 它们之间会有这条边销链吧, 对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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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条边这个意思, 然后, 然后最终的一个embedding, 它就相当于, 它就可以化成, 就是这原本是它的embedding, 就是在这里面的AEP, 是这一整, 就是没有经过采样的, 没有经过就是一整张图的一个临界矩阵, 对不对, 然后它这的公式就能分解成, 分解成上面的, 这C个, 拆分成C的子图, 各自embedding出来的结果, 再把它进行了concad后来的结果, 对吧, 对, 相当于是, 就相当于把图做了一个partition, 把图做了一个切分, 上面说, 上面说就是, 它当然不会是那么简单的, 直接采样节点, 对吧, 那样子的话, 它就是, 那样子的话, 它会丢掉很多有用的信息嘛, 因为它between cluster之间, 那些边也很重要嘛, 对吧, 对, 所以它就搞了这个submatrix是吧, 就是这个背对角矩阵, 就是cluster之间, 不是这个, 它最后只会用这个矩阵, 这个只是给一个, 给的失利而已, 对, 它其实,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介绍的是, 它现在介绍的就是, 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是默认, partition算法, partition算法已经有了, 然后我直接把它分成了steer的矩阵, 然后下面就是介绍, 它是怎么partition的嘛, 它partition其实是用了一种, 就是叫matis这种算法, 这个算法就是, 这个算法就是, 我大概看了一下, 它其实做的就是,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上面一页, 上面一页, 反正我就打算, 你partition完了之后, 然后你这个submatrix的话, 比如A1, Acc, 表示的是它一个cluster, 内部的一个边的一个矩阵, 对吧, 然后比如说A13的A1C的话, 就表示说A1和ACC, 这两个矩阵之间的, 这个边是吧, 这样的一个矩阵, A1C的意思是, 子图1跟子图C, 它们之间, 相当于那些, 本来会被去掉的边的, 对, 好, 那我们明白它意思了, 相当于就是, 你把那个图给它cluster, cluster完了以后, 它们之间, 它们cluster之间, 原本有一些还是有些边的对, 对, 然后它这里做的这个, 它是怎么partition的呀, 它是做, 它是用matrix, 这个叫matrix算法, 它这个算法, 其实它做的就是, 它是在干件什么事呢, 它是会, 它是会最大, 它是会让每一个, 它是会让每一个cluster里面, 对吧, 它们的边是最多的, 就是它们在, 就是在, 就是within clusters的边是最多的, 相当于你使用这个算法, 它会remove的边是比较少的, 就它做完切分了以后, 对吧, 就是你看这句话嘛,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了, 有两种边, 一种是within clusters,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子图里面的这些边, 还有between clusters, 也就是这些, 也就是不在对角, 不在对角线上元素的这些边嘛, 对吧, 嗯, 它这种算法, 这其实是ACM里面的算法, 就是ACM里面的一种算法, 就是图论里面的一种算法, 就是它会, 它会去最大化, 最大化这个within lanes, 就是让这个between lanes进程的少, 嗯, 这个算法就是它直接掉的是酷, 就是它实现里面直接掉了一个酷, 就是python已经把它实现好了, 就是python里面专门有着matics酷, 这个酷比较著名, 它是做一些图切分的一些酷,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它loss方是什么, 这个loss方的省情就在说一件事, 就是它现在不用再做forbench, 那个gradient descent了, 它直接做sgd, 为什么sgd呢, 它直接就是对每个cluster作为一个bench, 然后它就会每个cluster计算一次, 它的t度就会下降一次, 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它收敛的会比较快嘛, 它不用一整个图运算一遍下降一次, 而是一个子图运算一遍下降一次, 对不对, 嗯, 然后但是它相当于是还是发现你的问题, 就是我尽管让维之音bench的这边进程真的多, 但是还是有着问题, 就是看上面这张图, 上面这张图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random, random partition, 就是它这个就是随机选取节点, 对吧, 然后这个clustering partition, 就是用了这个算法, 它让维之音link进程真的多, 然后就你会发现, 就是它它做了一个分布, 这个这个直方图的分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下面这个entrophy就是那个交叉伤, 就是那个伤, 对吧, 你会发现就是你用这种, 你用就是你把边, 你把在clusters里面的边给它最大化了以后, 这种算法, 它的那个伤值是比较低的, 然后像这种random以后的伤值是比较高的,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就是它会有一个偏向嘛, 对吧, 就是相当于它, 你用这种算法, 它会把很多相同level的一些节点, 划分在一起, 因为同类节点的话, 它们之间会有更多的边相连嘛, 对不对, 相当于低的话表示不平衡嘛, 对吧, 对, 相当于是不平衡分布嘛, 它是个不平衡分布嘛, 它是个非常不平衡的, 有些剧烈到的某一些level, 特别的多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就相当于是它伤值小的话, 说明它们大部分的一些load是属于同一种类的, 对啊对啊, 然后你伤值大的话, 你真的这个方式其实就是比较平均的那种做法, 对对对对对, 相当于这random的话, 就是它没有用这种方式的话, 它相当于是要平均的做法, 但是这样子做的话, 就是你的伤值比较小, 它对它对那个t度的一个, 就是t度下降是有危害的, 对吧, 然后它这里就是说, 它这就会让那个会影响, 影响这个算法的一个收敛, 对吧, 有问题啊, 是不是因为这个算法本身就已经在悄悄的做了一些分类了, 其实相当于, 有可能啊, 因为你相邻那边大大率, 就是比较大大率是属于类的吗, 这不就图的统治性假设, 它其实就是在干分类的事情的,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个Metis的algorithm, 说白了其实就是在做分类的, 做一个比较比较大的分类吗, 它没有考虑Nable, 它只是考虑连接这个边, 可能这个边已经本身就已经显出了这个分类了,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已经做了一个大致的分类了, 但是它, 但是其实你在训练的时候不希望这么训练, 你训练的时候, 它还是希望你的每一个bench, 它们之间是独立同分布的对不对, 相当于是就是去补充一些, 这个between clusters这些边, 然后去降低不同bench之间的一个偏差, 对吧这么做的话, 相当于就是会让它分布的增加平均, 分布的平衡一点, 相当于减少了一些between clusters的一些边, 对平衡一下它这个算法可能会把between clusters就是分类分的比较严重嘛, 那就会出现双数比较低, 那你现在就是云云相当于就是吧, 把某些between clusters link放到里面去, 放到class里面去了, 所以它这个算法叫stochastic multiple partitions, 就是随机相当于随机多分, 就相当于它会随机的把一些cluster给它进行一个, 又相当于把它聚成的大类嘛, 对吧, 那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既然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random这样的做法比你这个差在哪里了, 就说它不想要不平均对吧, 那如果只是纯粹不想不平均的话, 这个random的方式是不是更好啊? 没有, 但是random的话你会丢掉特别多边的啊, 对吧, 因为它这种算法, 它这种算法它说白了, 它就是会最大化的去利用边嘛, 因为你边太少的话, 你把那个图变得过于系数的话, 它message policy, 它不好做呀, ok好, 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这右上角是一个算法, 就说白了就是, 它这里首先第一步它会做的matics算法, 把它分成c的subgraphs对吧, 对, 然后它现在开始训练了, 它的每一次迭代是这么做的, 它会随机选取q, 对吧, 随机选取q的clusters, 然后把它们相当于是, 就把它给连接回去, 对, 然后组成了大的clusters, 然后最后啊, 最后它相当于它的partition数是少于c的, 对吧, 它会merge, 是吧, 它会merge一下, 它会merge一下, 就是把它, 就是把它就聚起来嘛, 对, 在算法说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然后你会发现它每个, 它是, 它是每一个bench啊, 每个bench就是那只, 就是下降一次, 也就是minibench的做法, 这样子的话说连会更快, 然后它还, 它还就是相当于是补充说明了一下, 第三部分是, 是说它是就是, 怎么去训练一个更深层的一个gcm模型, 对吧, 因为你当你成熟变深, 你会造成oversmoothing嘛, 对不对, 就是长得很像, 就是它认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oversmoothing呢, 是因为你会丢掉你自己的信息, 然后你把别人的信息聚集起来了, 从而丢掉自己的信息, 你从而让自己是没法分辨的, 就是, 对吧, 你让自己没法分辨, 就是没法没法去分辨了,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长得一样就做不了分类了嘛, 或者做不了其他任务了嘛, 加个对象就这么, 对, 然后它有它也提, 就是它有几种做法, 一种做法是一个short card, 就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加一个加一个那种, 就是resnet里面的那个做法, 就相当于是, 对, 加一个自己, 对, 然后还有种做法是, 叫做amplified diet not parts, 就是, 就是相当于是放大对角线元素, 因为对角线, 对角线的元素不就是自己嘛, 就是你理解矩症里面, 对不对, 相当于加了一个自循环, 对, 相当于加了一个self loop, 再加一个self loop, 就加一个这样, 加一个很, 就加一个单位证嘛, 就相当于加对角线上的元素, 就相当于对, 加一个自循环, 然后, 但是加这个自循环呢, 就是这个, 这是他, 这是先给出了一个大致的一个式子, 但是这个式子是没有做normalization的, 对吧, 其实这个相当于这下面就是, 他这个自循环是不是GCA里面, 我记得自身就有自循环的, 对不对? 没有,GCA是没有自循环的, 哦,好吧, 好像是, 我记得, GCA没有了吗? 记得这个, 这部还是挺重要的, Graph Sage里面是有自循环的, OK, 所以他这个加了一步相当于, OK, 好吧, 你现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很常见了, 加自循环。 嗯, 不, 他这个不光是加自循环, 他会加的, 他最终的式子, 你会发现, 他加一个NAMDA系数, 对, 这NAMDA系数是可以调整的, 甚至你看到NAMDA系数, 让自己去学习也可以,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这样就是减少这个Oversmoothing, 对,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 下面就是他, 呃, 他其实主要他想说明的就是, 他节省了不少telling time和telling的memory, 啊, 然后, 这样图其实很明显, 能看出来, 他在, 这个NA的意思是他over, 就是over那个, 对, 就是out of memory了, 就是, 就是显存炸掉了, 嗯, 就是他是非常, 节省这个, 显存的, 对吧, 他是, 他在每, 他相当于是, 你会发现啊, 因为, 就是他相当于是这, 呃, 他, 你随着这个layer的增加, 他基本上变, 变动是比较少的, 嗯, 对吧, 然后, 你就是很明显能看出来, 这个Graph Sage, 他会, 他为什么会, 就是那种呢, 因为他, 你当layer增加了以后, 相当于hope, 像hope数增加了以后, 对, 这条式子里面, 就相当于l增加了以后, 他, 他是成, 他是成指数上升的一个形式嘛, 对吧, 对, 对, 这里能看, 这里证明的就是说, 他, 他是对, 他是memory友好的, 他对memory比较友好形的, 然后这部分就是说, 这部分说的就是, 他, 他在就是, 呃, 就重座标是trailing time, 呃, 横座标是trailing time, 重座标是, 是, 是accuracy, 是ACC, 然后, 嗯, 就是说他这个, 他这个是收, 就相当于是, 你才认为收敛的比较快吧, 对吧, 就是graph stage, 就相当于graph stage, 是在, 在底下磨磨蹭蹭的收敛的时候, 他, 他已经收敛了, 这就是这条, 蓝色的这条线, 对吧, 而且看就是在大图上, 在大图上graph stage, graph stage, 已经做不了了, 哎, 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 就是2022年的很多这图的论文啊, 也喜欢拿graph stage, 他来做对比啊, 是不是, 因为很经典, 对, 那, 那你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我觉得, 他们应该拿这个cluster, GCN这种的来做, 做对比, 都有啊,都有啊, 都有啊, 我都见过啊, 好吧, 我看印象中感觉, 很多大家都会, 其实, 因为其实GCN, 它是, 它是一个transductive的一个模型, 然后, 然后graph stage, 相当于是, 提出了一个inductive嘛, 就是把图切分成midibench嘛, 然后他这个相当于是graph stage的基础上, 又改了一下, 因为graph stage, 它的复杂度其实也比较高, 他认为, 对吧, 然后他相当于是, 对graph stage的那个sampling, 就是采样, 采样子图的方式, 做了一定的调整, 本次上就是这个事情, 本次上就是这个事情, 然后第三, 然后这里就是说, 他这个, 他这个, 就是随机, 随机去merge啊, 就是, 就是stochastic merge, 他这个相当于是, 然后他, 他的一个, 加了他以后, 你会发现他, 他收敛的会, 他会收敛的比较快, 然后不像这个, 就是你直接, 你直接one cluster as a bench, 就是你不做这个merge以后, 你不做这个merge, 他会跌, 他会震荡, 就是对他, 他训练的时候会出现震荡的, 然后章采的那个, trailing deeper GCN, 就是这里的这些公式啊, 人家超成数了啊, 对, 就是相当于, 对, 相当于就是最后一个, 他, 他能在, 他能在这个, 就是你拿到八类, 拿到八层了, 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 就是, 其他的那些, 已经就是做不了了, 就是相当于是, 到已经出现over smoothing的情况的时候, 他仍然是, 对, 就降的降的没那么厉害, 嗯, 那他这个时候, Ramda是1啊, 对啊, Lamda1, 那相当于就加了自毁路嘛, 嗯, 我以为这个Ramda, 会是个, 挺大的一个技能, 他这里, 他证明了Lamda是超三数, 不是学术来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超三数, 所以我, 我开始在想, 他的超三数是不是, 好像他没有做实验去讲这个超三数, 大概怎么对比啊, 嗯, 差不多就这样, 。 O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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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